他是出身农家的穷小子 为了补贴家用 不得以辍学选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受尽了无数波折坎坷 他又是身家过亿的新近富豪 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 有了事业有了家庭 生活幸福美满 他就是刘锦虫 不过正是这样一个 令所有人都为之羡慕的成功人士 在某一天却突然舍弃了亿万身家 舍弃了老婆孩子 决定顿入空门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刘锦虫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然能让他毅然放弃了所有呢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各位新来的观众朋友 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当然了 诸位若是想要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 我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说起了 1976年 刘锦虫出生于广东省新兴县的一户贫困家庭之中 他们家祖上世代为农 其父母也只是靠几亩薄田 勉强过货的普通农民 因此 出生在这般的家庭中 刘锦虫可谓是一天福都没想过 从懂事以来 他就要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 一边上学 一边起早贪黑的 帮衬家里的各种农活家务 这般的生活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着实是艰辛的 不过即便如此 勤奋好学又聪明伶俐的刘锦虫 却依旧没有选择放弃 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在校内名列前茅 老师认为他今后必成大器 同学们也都很崇拜 这个品学兼优的穷小子 可这般的夸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刘锦虫的心里 却逐渐从骄傲变成了愧疚 变成了心疼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他看来 自己学习这么好 将来肯定能继续向上考学 甚至成为大学生 都未必是件难事 这本是好事 但结合他们家的家境来说 就不然了 刘家这些年 已然是山穷水尽了 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 供他上学 如若是硬着头皮供他上学 那刘父刘母承担的压力 也必然是巨大的 因而为了替父母减轻压力 刘锦虫自己便帮助父母 做出了这个决定 那就是退学务工 补贴家用 就这样 在小学还未毕业的情况下 刘锦虫便离开了 自己深爱的学校 开始走上了社会 起初在还未成年之际 刘锦虫务工的地方 还只是在村口这一亩三分地 帮着小商小贩看摊 或者是帮忙吆喝货物 赚一些零用钱 一直到18岁那年 他这才终于走出了村子 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和很多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 一起来到了佛山打工 到了佛山之后 刘锦虫瞬间 就被眼前的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深深地吸引住了 所以从此刻起 他便坚定了 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念头 并且满怀信心的希望 能够找到一份 可以让自己翻身的工作 但现实却给了他 沉重的一记重锤 刘锦虫足足找了好几个月的工作 也始终没有商家 愿意要这个 一枚学历二枚经验 刚刚成年的孩子 于是 找不到工作 又没有生活费的刘锦虫 就值得积一顿 饱一顿地打起了零工 困了累了 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对付一夜 这段时间 刘锦虫过得很苦 可再苦 还有在老家的穷日子苦吗 因此 此时的他 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依旧在空闲时间里 思考着自己未来的出路 也正是这番不懈的坚持之下 在进入佛山的第四个月时 刘锦虫这才 终于找到了第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就是入职门槛 极低的销售工作 而这份工作 也正是帮助他起家的开始 相信很多人 或多或少地接触过销售 大家也都知道 销售这份工作 只要是肯努力 肯下功夫 成功的几率 着实不小 刘锦虫自然也是知道的 所以在入职之后 他便静下心来 开始了不断地探索 在这期间 刘锦虫对待同事领导 不迟下问 对待客户言听计从 再加上他能说会道 会察言观色的性格 没多久 他便成为了公司内的销售冠军 看到刘锦虫进步如此神速 公司的老板 也逐渐切忠起了他 开始将一些个重点的资源 重点的客户交给了他 有了公司老板的青睐 刘锦虫的事业 也是越发的顺风顺水 到了他入职的第二个年头 他就摇身一变 成了公司内的销售主管 第三个年头 他又升职成为了销售总经理 成功进入了公司的管理层 在他和老板的互相帮助下 他所在的这家公司 也随之顺利上市 成为了广东地区 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 这一年 刘锦虫三十岁 虽说三十而立 但能够在而立之年 真的立下自己事业的人 又有多少呢 故而如此这般年纪 就已然成功的他 也逐渐思考起了 自己的人生大事 其实说实在的 有着上亿身家的刘锦虫 并不缺女人 可他要的可不是那种看中他钱 看中他事业的女人 他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懂他 爱他的妻子 因此 想要成家的刘锦虫 便将找对象的这一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在家乡周遭 寻觅一个好儿媳 当然 对于儿子的嘱托 做父母的自然是不会拒绝 更何况是这种人生大事 故而就在不久之后 他们便找到了一个 长相漂亮 十分贤惠的好女人 并将其介绍给了刘锦虫 刘锦虫很信任父母的眼光 于是在相识了几个月后 他便与这个女孩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刘锦虫的生活十分快乐 他有钱 有事业 有家 有妻儿 这般的生活 相信正是无数人为之羡慕的 那么既然如此 如此幸福的他 为何不把握在手里 而是选择了出家 顿入空门呢 原来 这一切都和刘锦虫的 内心世界有关 当时是2012年 正是他事业的瓶颈期 倒不是说他没钱了 而是无法向上更进一步 于是为了达成目标 刘锦虫开始四处出差 四处应酬 有时陪一些个大老板喝酒 喝一整夜都是长雨的事情 更有甚者为了签一个合同 身家上亿的他 甚至都会放弃 自己一直坚持的尊严 到最后 合同是签下来了 钱也赚到了 身份地位 也的确向上更进了一步 可刘锦虫的身体和内心 却遭受了无比的煎熬 身体上长期奔波 饮酒 使他的肝 胃 肾 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虽然不致命 但痛苦却是在所难免的 心里上常年累月的操劳 已然耗尽了他的心血 卑躬屈膝的应酬 深深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不断增长的野心 更是让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因此 在这双重的压力之下 刘锦虫便想到了 先休息一段时间 调整调整身体和心态 再加上当时 正赶上了一位好友 邀请他去钟南山 拍摄一部纪录片 他也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跟随朋友一边工作 一边休养 在钟南山的这段时间 给到了刘锦虫很大的震撼 常年灯红酒绿的他 一瞬间就被钟南山 这壮丽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 他享受这份久违的宁静 也爱上了大山之中 树木与泥土的味道 所以到了拍摄 即将结束前的几天里 他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他在想 自己这么多年的打拼 不正是在追求精神 身体上的自由吗 现如今自己有了钱 却这么难过 那自己赚的钱 打拼下来的事业 还有意义吗 想到这里 刘锦虫仿佛瞬间 顿悟了 于是就在这之后 他便舍弃了工作 开始三天两头的往钟南山跑 而对于他的做法 起初刘锦虫的家人们 以为他是在调整心态 也就没人说什么 公司的职员高层 也以为他是累了 想要度假 并没有提出怨言 但一周两周还好 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 作为一位丈夫 一位父亲 一个儿子 若是一个月两个月的 躲在钟南山中 不回家不去上班 那就有些过分了 所以在这之后 以刘锦虫妻子 父母为首的一众人 便规劝起了刘锦虫 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归正道 就连公司内 与他十分亲密的好友 也既劝说 又打句儿地说道 冲哥 你老去钟南山干嘛 早点回来主持大局呀 难不成你要出家呀 但没成想 正是这出家两个字 打动了刘锦虫的心弦 他赶忙一拍大腿说道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 出家之后 就可以彻底摆脱这些 凡尘俗事了 那我明天就出家 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 于是他们便赶忙 叫来了刘锦虫的家人们 并将此事告知了他们 而他们听说刘锦虫要出家 也是既愤怒又不解 纷纷斥责起了刘锦虫 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但心意已觉得他 哪里还听得进去这些 就在第二天 他便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收拾好了行李 踏上了云游四海 寻找出家妙宇的旅程 至于什么家庭 什么事业 都悉数被他扔到了脑后 在这之后 刘锦虫在钟南山静养了一年 之后又在全国各地云游 这才终于在安徽寒山 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寺庙 以演定法师为名号 正式出了家 截止到今天 已经是他顿入空门的第六年了 这期间也有人问过他 后不后悔 但已然被高深佛法洗礼的他 哪里还会后悔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